市长蒋万安在3月宣布了都更5件7599之后 今天再度宣布都更5加2件的新政 针对防灾型都市更新专案 还有整件住宅专案的计划做出说明 提高容积奖励 强化都更的速度 保障北市民众居住安全 3 2 1 请启动 缓缓倒入彩沙 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都更5加2件新政策 推出防灾型都市更新专案和整件住宅专案计划 要加速北市海沙屋 耐震能力不足的危险建筑 和尚未重建完成的整件住宅 推动都市更新 会透过包括增加容积奖励 还有我们加快整个省议的速度 甚至透过强制拆除的手段 来加速整个都更的速度 站在一个维护市民朋友居住安全的角度 来推动都市更新 交换安拼都更多远协助经济弱势户 要给民众更安心的住宅 但积态大值建案25户受灾民众 无家可归的问题还没解决 议员陈宜君爆出积态 承动住户 要求北市府放宽条件 强夺读个利益 积态究竟是无条件的 一瓶换一瓶加一个停车位 还是又把所有的责任 转向台北市政府呢 我想积态应该要跟这25户 重灾户讲清楚 我们也研引了相关的方案 清楚的跟住户沟通 我们一定会尊重住户的意愿 独发局提醒居民要和基带签订协议 保障权益 江市府能否担任更强力的市民后盾 还有待外界持续观察 记者薛薛华江凯琳台北采访报道